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文明六系列视频 我们继续上一期跟大家讲了关于这个宗教发酵以及万神殿的一些事情 然后当时预告了我们下一期开始要不要来试着从头打一个文明来进行宗教或者是文化的胜利 我看了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 大多数小伙伴可能还是对文化胜利比较感兴趣 文化胜利我当时之后我准备的这个素材其实是宗教胜利的素材 然后那既然大家想要看文化胜利啊 那我们就换成文化胜利来打 但是小米考虑了一下这个如果想把这个文化胜利跟大家说清楚 我还是需要先做一期这种总结类的或者是前瞻类的视频啊 告诉大家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以及一些最基本的思路啊 所以才能更好的在我们的流程视频里体现啊 所以就来录了这样的一期视频啊 这个呢这一局已经是一个尾盘了 首先这一局是神级难度 我用的是俄罗斯的这个领袖啊 这个我打的是一个宗教胜利啊 我已经其实我已经赢了啊 我这已经是一个宗教胜利的尾盘啊 已经结束了 本来是想拿这个做素材做视频的 结果大家对宗教不是那么感兴趣啊 那么就退后啊 我们先说文化的事情 那这个这一期视频呢 我会为了让大家的思路更清晰啊 采用这个问答的方式来给大家解答 怎么样获得文化胜利啊 首先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胜利是什么 如何来获得文化胜利啊 这两个关键的问题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排名的这里 我们点到文化里 其实这边给我们游戏里给我们写了啊 文化胜利是什么 文化胜利呢 就是通过提升大量的文化值和旅游业绩啊 来吸引国际游客来获得胜利的一种方式啊 但是呢 关于文化胜利 这个文明6里边的这个写法太过于简单了 我没有办法让人很好的理解 什么是国内游客 什么是国际游客啊 大家经常搞不明白 总是莫名其妙就胜利了啊 那国内游客啊 怎么来的 首先啊 他这边提到了两个重要的数值 一个就是文化值 一个就是留业绩 分别在我们左上角这边啊 以及这里 留业绩我们都能看到啊 那这两个值呢 分别决定了你的国内游客和国际游客的数值 那国内游客是怎么来的呢 国内游客是你没有100点文化值的累积啊 没有一点累积 100点累积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文化值是154每T啊 每回合 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两个回合 我们自己就会累积三个国内游客啊 是这么算的 那国际游客是怎么来的呢 国际游客是根据你这一局啊 初始场上的这个AI数量 比如说 以我们标准 包标准镜头来说 是八个AI 八个AI呢就是乘以200啊 乘以200 八个AI乘以200啊 的旅游业绩的数量啊 就是比如说啊 以我们这一局来说 就是八乘以200 1600 我们没没有这个 旅游业绩没累积1600点啊 就会获得一个国际游客啊 这个获得国际游客呢 对于剩下的七个AI 我们自己不算啊 对剩下七个AI都是相等的啊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的增益和简易的前提下 我们只要累积了 以我们现在这个40T每回合的这个流液机来说的话 就是每40个回合 我们应该像七个文明各输出一个游客 那为什么在左边中间这一栏显示的就是我们输出的国际游客的数量 那为什么大家不一样呢 就是因为 这个输出国际游客还受到很多方面的东西的影响啊 那这个我们放到第二个问题再来说啊 那有的小伙伴可能现在还是不是很明白啊 什么叫这个国内游客和国际游客看起来还是很抽象 那这些数值又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国内游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是你的防御力啊 就是你如果防止AI胜利的话 你要把你的防御力堆得高高的啊 让AI想要胜利就会很难啊 它是你的防御力 可以看到在彼得我们的下面我们的防御力是97啊 我们往下看啊 大家的防御力都各不相同 这一盘呢是这个印度 这就是印度吧 印度帝国啊 他这个孔雀王 他的这个文化值是跑得最快的 他的防御值最高 他有103点的防御力啊 所以呢 如果我们想获得胜利 我们就要打破啊 这个所有七个AI当中防御力最高的这个人的国内游客 比他高一点 我们就赢了 所以我们赢的目标值是104啊 但其实除了他自己以外 大家的目标值都是104 只要比他的防御值高一点就赢了 那他呢 对于这个印度来说 他要想赢的话 其他的七个AI里 我们是最强的啊 我们是97 他要想赢的话呢 他要把国际游客的数量维持到98 他就赢了啊 所以这就是怎么来看这两个数值啊 左边的国内游客是我们的防御力 右边的国际游客啊 是我们的这个攻击力啊 我们要把我们的攻击力堆到 哎 大于啊 这个国内游客最高的这个AI一点就赢了啊 是这么来看的 那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啊 文化胜利是什么 如何获得文化胜利啊 就是这两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啊 我们再来看哪些方式可以提高旅游业绩啊 首先啊 旅游业绩的来源分为哪几类啊 旅游业绩来源我们如果打开百科的话 在这边能看到啊 在这里边有个旅游业绩 旅游业绩这一栏有个介绍里 旅游业绩都有哪些来源啊 我个人来总结啊 他这边总结的虽然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不够明确啊 其实在我看来呢 旅游业绩分为两类 一类是宗教来源的旅游业绩 一类是非宗教来源的 那宗教来源的旅游业绩呢 主要来自于就是这个遗物啊 以及圣城啊 就是你发酵的那个城市啊 当然一些普世的啊 就是无论是发不发酵 都可以获得的旅游业绩 就比如说是骑官类的啊 这个伟人或者政策加成的 这些旅游业绩啊 这是都获得到 那宗教类的呢 大体上就是圣城来源的 和遗物来源的 那非宗教类的呢 就比较多了啊 非宗教类的就包括 剧作啊 还有这个改良设施 以及政策政体 带来的这个旅游业绩啊 那剧作其实在我们的这个 文明六理一共是五类啊 包括 首先要知道剧作是个统称啊 下面是五类 发化为细分 分别是著作 艺术品 音乐 以及文物和遗物啊 其中遗物呢 是宗教类的旅游业绩啊 剩下的四类呢 我们都可以拐它 把它统化到 非宗教类的旅游业绩里啊 这就是旅游业绩的 最主要的来源方式 就主要靠剧作啊 其他的东西 作然奇观啊 比如说一些 什么皇宫殿啊 或者是什么都有一点点加成啊 但是不是特别主流啊 主流还是靠这五类剧作啊 所以这就是旅游业绩的来源 那我们刚才说了 为什么我们在跟这个 我们现在 40个 40点的旅游业绩 累积40T之后 为什么其他人都是各输出了一点啊 而这个蒙特祖马这里 我们就没有输出啊 这是因为呢 这个旅游业绩的输出 是受很多东西的加成和减成的啊 这些东西又包括哪些啊 包括一开边啊 是不是跟这个国家进行了这个开边啊 二呢 是不是跟这个国家进行了贸易通商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对于这个印度王来说 因为我们开边 所以我们的旅游业绩提升了25%啊 然后呢 我们的政体是不是相同 第三点就是政体啊 如果政体不同啊 就没有加成了 如果政体相同呢 可还有加成啊 我们看看啊 这边 没有啊 没有 没有政体啊 然后就是贸易路线啊 如果开了边 还发生了这个贸易路线啊 贸易路线还可以提升25% 然后就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叫做启蒙运动啊 还可以看到 宗教的旅游业绩 会因启蒙运动而减少50%啊 所以你如果想用宗教类的 这个旅游业绩来获得主要的胜利的话 一定要注意启蒙运动 这个关键的核心的这个市政节点啊 在这里啊 在这个文艺分兴时期啊 这边启蒙运动 这边其他文明对你产生的宗教的旅游业绩会减半啊 设施这里啊 那这就是旅游业绩的获得方式啊 旅游业绩最主要的获得方式呢 就是五类巨座 然后其他的就还包括一些改良设施啊 一些器官啊 这些都是能获得旅游业绩的 那介绍完这个问题以后呢 我们下一个问题再来看啊 那文化胜利有哪些流派啊 我们经常听大佬说这个什么什么流文化胜利 什么什么方式的文化胜利啊 文化胜利主要分为哪几个流派啊 那小米现在个人来总结呢 其实因为这个文明6的版本是随着不断的更新的啊 再加上有的小伙伴如果没有买DLC的话 没有买这个资料片的话 它的这个内容可能跟我现在介绍的内容有些不一样 我现在所说的写流派呢 都是以当前版本为准的啊 当前版本为准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这些东西 就说明你的版本稍微落后了一点 也没关系 大多内容是不是的 那现在的主要的流派呢 我可能还可以通过 简单的分为宗教类和非宗教类的两类来看啊 那宗教类的这个文化胜利的主要的流派就是遗物流啊 什么叫做遗物流 我们在这个剧作里 我们这一盘里没有获得遗物啊 我们在这个市政里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边解锁了这个圣地的二级建筑寺庙里以后啊 就是在寺庙里会多得一个遗物槽位啊 这个遗物槽位每一个遗物会给我们四点的信仰值和八点的旅游业绩啊 这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加成啊 那这个有了这种加成了以后呢 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城市啊 遍铺寺庙啊 就比如说我们这一盘一共现在是十个城左右啊 如果我们每个城都有四庙 然后每个四庙里我们都放上一个这个遗物的话啊 那这十个城的话就是八十点的流业绩啊 相比于我现在的这个流业绩都已经翻了一倍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流业绩的来源啊 所以这就是遗物流的这个文化胜利的方式 就是靠这样来累积的 那如果想达成遗物流的文化胜利的话 它一些关键的这个节点都有哪些啊 关键的市政科技奇观的节点都有哪些啊 我们来一个个看啊 首先是市政 而市政的第一个节点呢 就是首先就是要发教嘛 你肯定是要先拿到宗教啊 然后统一的节点就是这个戏剧师哥要解锁圈广场 你无论哪一个流派 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这个文化胜利啊 你的这个圈广场是必定要有的 因为它决定了你的防御力啊 所以你要为了让你的防御力高高的啊 也是为了让后边你胜得更快 你这个文化广场都是圈广场是必有的 所以宗教流和非宗教流派的区别 仅在于要不要发教 以及要建多少个这个圣地类的建筑 这只是这样的区别 那我们现在来说宗教类宗教流派啊 遗物流派的话 你的一些关键的节点 首先就是神学啊 神学首先解锁的就是寺庙这个建筑 你要变铺寺庙的建筑 你每一个城市都要有寺庙的这个建筑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打个唱啊 就说来说一下这个文化胜利 你这一局下来 你到底要有多少个城市才够啊 对于宗教胜利来说可能不太多啊 七八个九八九个城市就够了 那对于文化胜利来说呢 其实城市会稍微再多一点会更好啊 我现在这个版这个这牌打的是宗教 所以只有十个城左右啊 那你如果想打文化胜利呢 我会再建议你铺到十二到十五个城会更好啊 为什么城越多越好呢 因为你城越多 你的这个剧院广场的建筑就越多啊 你剧院广场都累到三级之后 你带来的这个文化加成收益就越多 你的文化值就跑得越快 你的文化跑得越快呢 你关键的这个市政术的解锁就会越靠前啊 你胜利的就越快 你就越容易赢啊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要遍铺卷广场 而且城市要够多的原因 城市多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它的人口够多 它的这个建筑够多啊 带动的你的文化和这个 甚至是科技值都更多啊 这是这样 所以你要达到文化胜利呢 最好啊 最最底线啊 我个人觉得你要铺12到15个城啊 那10个城能不能赢 能赢啊 就是慢啊 就是拖的非常非常久啊 到后面会很无聊 为什么有的小伙伴觉得文明6后期无聊 就是因为规划的不好啊 到后面他没事干啊 他这个城铺的没地儿了 没地方铺了 规划的不好 所以他没事干 所以他后期很无聊啊 这就是文化胜利要铺多少城啊 他插了一个小问题啊 那么再回过头来再看啊 这个关键的市政节点啊 就是 第一个啊 就是这个寺庙啊 让这个神学 一是解锁寺庙的这个建筑啊 让我们遍铺寺庙啊 比如说我们12个城 都有寺庙的话 我们就有12个地方可以放遗物 12个遗物加起来 就是12乘以8啊 96点的这个旅游业绩啊 已经是不小的了 然后就是解锁经文的这张卡啊 因为我们宗教流的这个 遗物流啊 宗教流派 遗物流的这个文化胜利 它需要一定的信仰值啊 信仰值来干嘛呢 信仰值是用来买使徒的啊 你的这个遗物怎么来啊 你光说你要放遗物 遗物怎么来啊 遗物的来源有几种 一是采 这个前期靠采那个小村子 哎呦 盖略德啊 但是我们游戏前期呢 能放下遗物的这个槽位有限啊 只有我们宫殿 我们宫殿的这一个槽是万能槽啊 它是什么样的东西都能放的 然后捐广场里呢 只能放书啊 你看到这边只能放书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书移到别的地方去啊 这里边是万能的 什么类的都能放啊 然后寺庙里呢 只能放遗物啊 然后捐广场只能放著作 只能放书啊 所以呢 包括我们宫殿在内呢 我们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用来放遗物的 那我们刚开局的时候 就只有宗教宫殿 这里能放下一个遗物啊 后面我们想要再获得遗物 我们一是要有建筑 二是我们要有遗物获得的渠道 那遗物怎么来呢 遗物就靠我们的这个使徒啊 我们可以买一个使徒给大家看啊 我这个这盘信仰值很高啊 然后买一个使徒给大家看 我们过一个回合啊 这个使徒啊 他就可以使徒啊 每买 这个使徒一是不能靠敲 只能靠信仰来买啊 只能靠你有寺庙建筑的这个城市啊 他才能买使徒啊 如果你只有神社啊 我们的这个圣地上的建筑 分为一级建筑神社 二级建筑寺庙 三级建筑是靠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词条解锁的 比如说我这个局的词条解锁的是这个清真寺啊 这是三级建筑啊 那你如果想买使徒 你必须要有二级建筑神庙啊 也叫大庙啊 你听了一些大佬玩游戏说小庙是什么 小庙大庙是什么 小庙就是神社 大庙就是寺庙啊 那你只能在大庙的这个城市里买得到使徒 那使徒天生出生就带一点升级啊 这个升级呢 如果你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城邦啊 我们这一局 城邦里有一个城邦叫做埃里温 埃里温的 你如果宗主了埃里温呢 它的一个特色的词条就是 你的使徒可以选择任何的升级 而不是随机的啊 那如果我没有埃里温的话 我这个使徒 哎呦我的天我点多了 我如果没有埃里温的话 我这个使徒 它是这个 它的升级呢 就只有三种啊 三种随机的升级方式 那有了埃里温之后呢 我的这个使徒啊 它现在是包含了所有的使徒的升级方式啊 这个使徒一共能升级的方式 就都这么多种都在啊 那其他的大多数是跟我们的 这个宗教生理相关的 还有一个是跟我们的 这个遗物流相关的 就是这个训道者 哎就是在 该使徒在神学战斗中死了 会产生一个遗物啊 那你如果想玩遗物流啊 这一个核心的东西是必点的啊 哎 我们有了训道者的这个使徒之后啊 我们就站到敌方的这个AI的 当然我这个牌里已经都是我的宗教了啊 你如果不是文化胜利啊 你就站到别的这个人家里啊 你往那一站啊 等着对方的使徒来打你啊 把你打死了啊 打死了以后自然会训道 训道会产生一个遗物 这个遗物就自动会出现在宗庙的这个 寺庙的这个建筑里啊 它会增加你的旅游业绩 但是这也带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这个宗教流派的这种旅游 文化胜利的话啊 它不够稳定啊 因为敌方他究竟啊 愿不愿意出使徒 使徒出的快不快啊 这个多少时间出一个使徒 都是不可控的啊 而你就只能就是造好了使徒 到人家去等着啊 等着人家打你 等着碰词啊 你碰不着词呢 你就拿不到好处啊 你就胜利不了 所以呢 这个宗教流派的这种文化胜利呢 它相对来说 可控性要差一些啊 而且普世性也稍微差一些 因为不是所有的 文明都适合前期发酵的啊 比如说我这一句 如果选的是一个啊 比如说刚果啊 刚果它的一个特色特点的 这个LA 特殊的能力就是 它不能发酵啊 它就用不了这个宗教流派 所以这个宗教流派呢 它最大的缺点呢 一是不可控 二是不是很普世性啊 普世性差 这是它的缺点之一啊 那除了这个 这个关键节点啊 我们刚才说了 一个关键节点 就是这个神学 解锁寺庙和这个卡 这个卡是为了 让我们的现象之高 让我们买更多的使徒啊 那还有什么关键节点呢 还有的关键节点 就是我们的这个 王权神兽啊 王权神兽里解锁的 这个建筑啊 如果你没有爱里温啊 你没有爱里温 你又想打一物流啊 你没有爱里温 想打一物流 你每次买的这个使徒 你就很看脸啊 它这个是 集选几我看看啊 我这已经升级完了啊 我的作弊软件呢 我们再升一下 我们看这是集选几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选啊 九选三 九选三啊 如果你每次九选三的时候 你脸黑 你选不到带训道者 这个词条的升级的话啊 你这个吸氧值的消货就会更大啊 那如何让稳定的 让所有的使徒 都有训道者的能力呢 靠的就是我们 试证里这个 王权神兽解锁的这个奇观 叫做圣米歇尔山 你建了这个圣米歇尔山 这个奇观之后 你的所有使徒 都自动获得 训道者的这个晋升 这也是打一物流的 一个核心的这个奇观 以及它的一个 试证节点啊 那还有什么一些 比较重要的这个试证节点呢 一就是我们的这个 启蒙运动 我们刚才说了啊 如果AI AI已经研究完了 启蒙运动之后啊 它对于宗教的 这个旅游业绩 就会产生的减半啊 所有你的遗物 带来的这个旅游业绩 它都会减半 那如何破除这个减半呢 就在我们下面的 这个施政啊 大众媒体 现代的这个 大众媒体施政里 就是基督像啊 就是基督像 这个奇观一旦见到之后 它的遗物和圣城 产生的旅游业绩 不再会受 启蒙运动施政的削弱啊 这个东西是 是打破这个东西的啊 所以你可以看出 宗教流的啊 这个遗物流的 这个旅游业绩 它不但看脸啊 它还与你的这个 文化跑得 够不够快有关啊 你如果文化跑得慢啊 你这个 启蒙运动之后啊 半天你也 走不到大众媒体啊 这大家对你的旅游业绩 纷纷这个减弱啊 你会发现 大家的数字都在涨 这个 这个攻击力和防御力 是动态的啊 你的防御力在上升 别人的防御力也在上升 你就会发现 你涨的速度 没有人家防御力上升的 速度快啊 你就如何 无论如何也赢不了啊 你就干看干看 它也赢不了 为什么啊 就是因为你文化 跑得不够快啊 你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 产生一波旅游业绩的爆发 一波带走啊 你带不走呢 你越拖啊 你胜得越慢 所以呢 这个 对于这个遗物流来说呢 你还对你的文化值的要求 还是挺高的啊 它需要你比较快的 能达到这个旧式纪录像啊 然后把这个纪录像敲出来啊 你这样呢 你这个旅游业绩就成立一个 现在一个碾压态势啊 到后期呢 每一个回合 能涨六七个游客 七八个游客 都是可能的啊 然后你就一波啊 把这个AI给带走了啊 这就是 关于旅游业绩的这个事情啊 一波涨六七个游客 怎么来的 你只要旅游业绩一回合 有1600点啊 你对于每一个AI来说 七个AI啊 每个AI都各输出一个 你不要有一些太多的加减成啊 各都输出一个 你这样每一个回合 就涨七个游客啊 那你每个回合 涨七个游客 你看这一百多点的话 你很快就胜利了啊 这就是后期 你的旅游业绩要爆发 一般来说 大佬玩的文化胜利 旅游业绩后边都有1600到2000点的 这样的一个啊 甚至有人呢 上了3000我也见过 是这样的 所以还有一个点啊 就是你玩文化胜利的话 千万不要把AI给切出去啊 就是 一不要把AI给打死啊 打死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 把这个他家的首都给占了 把他家的首都给平了 把他所有城市都给平了 那这就少了一个AI 那少了一个AI 意味着什么呢 你的这个乘系数是不会变的 1600点的这个系数不会变 因为它是初始的AI数决定的 8乘以200 这个初始的点数不会变 但是你输出的额度变少了 你每回合最多只能涨6了 因为你只有6个AI了 这就不划算啊 你同样是1600点的旅游业绩 我7个AI都在的话 我就涨每回合涨7 我打插出去两个 我就每回合只能涨5 你这样赢的自然就慢了 而且呢 就是如果你要找文化胜利 也不建议你 就是去跟别人开战啊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跟别人红脸了 跟人红脸了以后 你就没有办法跟人家开边 也没有办法跟人家进行贸易通商 你没有办法开边 以及贸易通商的话 你这个旅游业绩的输出 就会有大大的减弱 就会非常大的削弱 这就也不利于你的胜利 所以你搞文化胜利呢 你一定要团结大家 你每个人都结盟 都绿脸是最好的 是这样的 这是关于宗教流的文化胜利 一些关键的节点 宗教流都说完了 那我们再说非宗教流派的 非宗教流派的文化胜利 有哪些 就是 就是你不要 我这边虽然说是流派 但是一般来说 大家都会把这个东西 混合在一起用 就是我不会单纯的只挖粉 别的就是著作我就不拿了 著作一本我都不要 全卖掉 没有人这么憨憨的 就是 就是你 你 书你也要 这个什么话 你也画着 然后这个音乐 你也写着 遗物我们也拿着 这种是最快的 不要只走一个 那我们这边就是 按照这个流业界的来源 进行了一个划分 这里说明一下 那非宗教流派的呢 就是挖坟 挖坟迪流 挖坟迪流是啥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的市中树里 在市中树的后期 在自然历史的这个市中树 能解锁的一个新的单位 叫做考古学家 考古学家 他解锁了之后呢 他可以 他首先他可以靠西洋板 靠金币板 他也可以靠锤的 400技术生产力 有了这个考古学家以后呢 他就可以在这种 像历史遗迹的这些点位 去发现一些文化古物 那当你的这个市政 解锁了这边的这个 人文主义以后 你可以在这边 你的有了市政广场 剧院广场的这个城市里 建造他的三级建筑 这是二级建筑 二级建筑 建造他的二级建筑 这个考古博物馆 考古博物馆呢 就可以存放文物 为什么叫挖坟流呢 挖的都是一些古物 就是坟墓 去别人家挖坟 把这些古物呢 放在我们的这个考古博物馆里 然后再通过一定的办法呢 把这个文物凑成主题化 这就涉及到太后期的内容了 主题化我们留到流程视频里再来说 然后你就可以获得海量的游游业绩 这是一种非常主流的 也是很普世性的文化胜利的方式 所有文明都能打 就是挖坟流 所有文明都能打 没有一个文明是不能打的 都可以 然后就是蹦迪 挖坟蹦迪流 为什么叫挖坟蹦迪呢 因为有的文明 它的这个文化比较弱势 它光靠挖坟呢 它可能胜利不了 它这个文化走得太慢 不够快 你一定要文化是够快 你抢先 比如一个时代 先把这个东西解锁了 你把这坟都挖了以后 首先这坟都是你的 没有人给你抢 其次你把这个文化 这些坟都挖了以后 你一拨就给AI带走了 因为AI在前期 它的这个文化值 都会起的比较慢 AI在前期都会 主要的先去处于军事单位 而对于这个文化类的建筑 除了几个 就是跟文化相关联的 一些城市 这个文明 比如说希腊 除了它们以外 它们都不会去过多的 去取起这个 剧院广场的建筑 它们的文化值走得慢 所以你如果文化足够快 你就可以一拨 在这个考古学家出来以后 就给他们带走 那有一些弱势的文明 它在这一波里 它爆发的没有这么高 它带不走 它就要再往后拖 它就要在市中树里 再往后走 走到冷战 走到我们这个 原子能时代 这边冷战解锁 摇滚乐队 摇滚乐队是非常强力的 文化胜利的单位 通过这个摇滚乐队 造几个摇滚乐队 去别人家蹦迪 去他们家蹦迪 蹦迪了之后 就可以一波 这时候带来海量的 旅游业绩的爆发 这时候把它AI带走 如何蹦迪 如何挖坟 这些细节 我们都放到流程视频来说 我们这里只介绍一个思路 这就是普世性的 所有文明都能走的 挖坟蹦迪流 这是第二个流派 那第三个流派 其实是一个 比较小众的流派 这个流派就是 个别的文明可以用 我这边也做了一些总结 给大家列出了 所有能走这个 叫做改良流派 靠的就是我们的建造者 我们的建造者 就是一些特殊的文明 比如说对于我们的 最好说的就是波斯 波斯他可以建造波斯庭院 他的建造者 当解锁了一定的科技之后 他可以在地区外上 建造波斯庭院 然后波斯庭院 当我们的科技术 我们还没有说 文化胜利关键的科技节点 科技节点 第一个关键的科技节点 就是飞行 飞行的这个科技 在哪来着 在这儿 在现代里 飞行的这个科技 这里边有一个 为所有提供文化值的改良设施 它提供的旅游业绩 文化值也提供旅游业绩 怎么理解 就比如说 假如说我们的现在 我们就打个比方 假如说我们的农田 就是这类的改良设施 那我们的城市里 没有一片农田 假如说这个农田 加二文化 我们没有一个 加二文化的农田 它就加二点旅游业绩 那我们一个城市 一个这么大的国境里 我们能造多少农田 我们能累积多少的 这个旅游业绩 这就是改良 旅游业绩的核心思路 靠的就是建造者 他解锁了一些特殊的改良单位 改良设施 如果改良设施的 这个文化值 或者是信仰值 或者是魅力值 改良设施包括三大类 文化 魅力和信仰 他们所带来的文化产出 信仰产出 魅力产出 地块的魅力产出 都会相应的带来 我们的这个旅游业绩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获得胜利 那明显呢 这样的改良的改良流派 它所要求的这个 要求就比较高 一是要求你这个文明自身 最好带一些特色的改良单位 像我们的俄罗斯就不适合 我们俄罗斯是没有自己的 这个特殊改良的 我们只有优地 有特殊区域 那这种就不是很适合 那就是少数的一些文明 它适合 比如说秦始皇 它可以修长城 长城带来的文化值 如果在解锁了 飞行这个科技之后 它也带来旅游业绩 那这个旅游业绩的加成 就很海量 它很适合走文化胜利 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加成呢 除了我们一些特色的文明 一共我这里总结了11个 这些文明它都有带有一些 自己的这个改良设施 这些改良设施呢 能产出这个旅游业绩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样的改良设施呢 还有的改良设施呢 是所有我们这个文明 都能解锁的 就是在我们的科技术里解锁的 一个就是这个海滨度假村 海滨度假村在无线电里解锁 这个海滨度假村呢 它是建在高魅力的地管上 它的这个产出的旅游业绩 等于它的魅力值 魅力值我们甚至后期 如果要堆的话 能堆到6.7点 所以它能产出的这个旅游业绩也很高 还有什么呢 就是后面还能解锁的 这个叫做滑雪场 滑雪场是在 滑雪场在哪个里解锁来着 滑雪场 滑雪场可能在市政里解锁的吧 这边职业体验里 解锁的这个滑雪场 它也是靠魅力来解锁的这个旅游业绩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公园 自然保护区 这边自然学家建的保护地球 解锁的这个自然学家 自然学家只能通过信仰购买 它可以建造一个国家公园 它也是通过国家公园的魅力值 来算旅游业绩的 这三个是所有文明都能建的 都是跟魅力值挂钩的 产输输出旅游业绩的一个改良设施 这是第二类改良设施 第一类改良设施是文明特有自有的 第二类是大家都能造的 那第三类是什么 第三类就是城邦解锁的 我们文明6当中这么多城邦 其中一共有四个城邦 它是跟这个改良设施 是跟旅游业绩挂钩的 包括像文邦里的这个 我这里面有文邦里的拉帕努伊 卡瓜纳 然后宗邦里的拉文塔 拉文塔这一局我是有的 可以看到拉文塔解锁的这个 这个改良设施叫做 巨像巨神头像 巨神头像 它可以通过它的信仰值 来输出旅游业绩 这个文邦 宗邦里的拉文塔 然后还有就是军邦 军事城邦 就是格拉纳达 格拉纳达能够解锁 这个阿卡萨城堡 它也可以输出旅游业绩 这是靠城邦来解锁的 那就是如果你想走改良流的 这个文化胜利的话 你就尽可能的找一盘 找一个图 首先你要选一个自身有改良 这个建筑的AI 这个文明 比如说秦始皇 那你在这个挑图的时候 你最好能挑到一个 这个城邦里 再有一些加成的 比如说最好用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 这个摩埃石像 摩埃石像 你就找一个 有拉帕努伊文邦的一个地图 然后呢 再就是铺十几个城市 铺那么十几十五个城市 让你能铺长城的地方 能铺这个摩埃石像的地方 越多越好 然后多造建造者 铺遍地的这个石像 每个城市都起我们的这个文化的建筑 起到最好起到三级 你如果能力不足就起到二级 那再配合你的这个 因为你文化建筑起得多 你自然就可以获得大作家 大艺术家 大艺乐家 再配合这些这个著作 这个艺术品和这个音乐 这些肯定能够获得的这些剧作 来获得一些旅游业绩 再加上我们的秦始皇 他还能出一些器官 再通过器官带来的旅游业绩 你就可以得到很快的一个文化胜利 这就是改良流的文化胜利 就是这里 那我们这个这三个大的方向 给大家说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最后总结一下 你如果想获得文化书胜利 有需要哪些关键节点 一些市政和科技的关键节点 首先看科技的 科技我们刚才说了一个飞行 但是飞行呢 其实它算是解锁的比较早的一个 这个科技术了 它在现代就解锁了 但有很多这个文明 它是在现代 它没办法拿到文化胜利 它这个爆发不够 那它要继续往后走 继续往后走 一个关键的科技节点 就是电脑 电脑的这个科技 可以让你全境内 直接加25% 也就凭空加 所以这个电脑也很重要 这就是关键的两个科技节点 其实就是电脑和这个飞行 那在以前远古的版本 比较重要的 还有一个印刷术 因为印刷术 可以让巨作 获得的这个旅游业绩翻倍 当年巨作能得到的 这个旅游业绩 是要比现在高的 是一本书 就是四文化 八旅游业绩 现在两本书才是 被砍了一半 在远古时期 在远古版本 这个方法走 这个印刷术是值得的 那现在版本 已经不合适了 所以你如果要打 文化胜利的话 你这个科技术不要瞎走 你科技术把这个 远古时期的 这些基础的科技 都解锁完 你就开始走上线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电脑 这个科技都在上线 把上面的 这一粒的这个科技点完 那你如果怕 你这个AI来打你 你说你要做防御 你顶多走到这个火药 把这个火枪给出了以后 能够你防御了 能够你这个城市 能起城墙 能防御起来就可以了 一些其他的下线的 这些跟科技 甚至后面的 这个信息时代的 这些科技的 这些相关的科技术 都可以不点 所以文化胜利 有的小伙伴想问 这个文化胜利 我要打文化胜利的话 我需要 起多少个这个区域建筑 区域建筑怎么起 怎么算 那我们这边来总结一下 如果你想打宗教流的 文化胜利 你就要每一个城市 你首先要铺 12到15个城 你每个城市 都要有自己的胜地 胜地要起到 二级建筑 寺庙 每个城市 都要有自己的 剧院广场 剧院广场 要起到二级建筑 最少二级建筑 能放这个剧作 或者是能放 遗物 叫文物 考古的这个 挖坟的文物 这是每一个城都要有 那这个学院 要不要起 要你如果要打到 飞行 甚至是电脑的话 学院也要适当的起 学院起多少呢 根据你的这个文化的 这个科技强度的不同 以及你所 你这一盘所拥有的 这个城邦的不同 如果你科技城邦 比较多 你能拿到的 科技的加成 比较多 你的这个 学院就可以 起的少一点 那如果你的 这个加成比较少 你科技比较慢 你就起的稍微多一点 那我个人建议呢 可能就起 一到三个学院 就够了 然后剩下的区域 起什么 剩下的区域 都起我们的 市 这个 这个叫什么呀 商业中心 或者是港口 商业中心 要起到 一级建筑市场 港口 要起到 一级建筑灯塔 为什么来 给我们获得 更多的贸易路线 我们刚才 已经提到过了 我们要想 获得文化胜利 要想让这个 输出加成更高 我们要跟 每一个文明 都要互通贸易 互通贸易 可以让我们的 旅游业绩输出 提高25% 所以我们 至少要拉 七条商路 每一个AI 都要拉一条商路 而且这个商路 要越早拉越好 因为我们 一般来说 我们会刷新 在地图的一边 而一些AI 刷新在地图的另一边 那如果我们 不能在这边 飞一个城市的话 我们要想 把商路拉过去 我们要提前 把这个商路 一点点的往前拉 要先解锁贸易战 这些细节 我们都在 这个流程视频里 在跟大家说 但是大家 要先有个概念 那我们这里 为什么要有 最少七个 商业中心 或者是港口 商业中心和港口 建一个就行了 就比如说 我建了四个商业中心 三个港口 就可以了 这样你的这个 贸易路线 最少要有七条 要跟七个AI 都通商 这是关于建筑类的 建筑要骑哪些 那其他的建筑 包括娱乐区 工业区 要不要骑 都看你自己产能 如果充沛 你如果没啥事 没啥可锤的 你又觉得锤子低 你说或者 一季度太低 你想补 可以都可以补 那你要保证 在前面我说的 这几个建筑 都补完的情况下 你有余力的话 这些东西 都可以帮你加速胜利 你想补就可以补 这是关于 关键的科技 和关键的区域 我们都已经讲完了 那还有关键的 这个市中树 市中树 我们刚才宗教胜利的 市中树 已经跟大家说了 那如果你要走 这个普世流的 这个挖坟 蹦迪流的 它的关键节点 其实也说了 就是自然历史 以及保护地球 还有这个 后面文化遗产 能解锁一些 海上的遗址 能让我们挖坟的 数量更多 还有就是冷战 蹦迪的这个冷战 职业体育里 解锁的这个滑雪场 这些都是可以 帮我们加速 文化胜利的 那最后的最后 如果你的文化 还没有胜利 你还可以走到 这个环境保护主义 环境保护主义的 这个效果 跟我们电脑的 这个科技数是一样的 就是全境 加25%的旅游业绩 这个时候 怎么样都可以 再帮你 再加一把力了 这就是关于 一些核心的 市政的节点 就是这几个节点 就除了这几个节点 有一些能走 可走 可不走的 就可以不走 不用什么的 都一定解锁 比如说什么什么 有的没的 都要点一点 不用 就跟自己 关键的就点 那科技数是 只点上限 文化数基本上 你如果想打到 后期的话 基本是要点全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走到 环境保护的话 基本前面的市政 大多数其实都点了 这就是关于市政数 那最后呢 再说一下 就是一些核心的城邦 什么样的这个图 算文化胜利的神图 那如果你如果 想打这个宗教流的 遗物流的 这个文化胜利 刚才说了一个 埃里温这个城邦 很好 他能让我们的使徒 获得任何的这个 让我们使徒升级的时候 可以获得所有的 这个升级的种类 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城邦 我刚才没有说 就是康提 康提也是 遗物流胜利的 一个神邦 那康提的效果是什么 康提的效果就是 让我们 当我们看到一个 自然器官的时候 就会获得一个遗物 首次发现一个 自然器官的时候 就会获得一个遗物 所以康提呢 你越早把他宗主越好 因为我们的这个 自然器官 每张图是有限的 我们标准大小的地图 的自然器官 我没记错的话 是五个 所以你越早拿到康提 你能越早的 这个 越早宗主他 越早宗主他 你就越能越早的 获得这个加成 否则你如果把这个图 都探的差不多了 你最后才宗主康提 那你就只能获得 那么一个半个的遗物 对你的帮助 就不是很大 所以呢 一般来说 你如果想用康提 就是康提最好是 静点发 比如说像我这一盘 我这盘首都 在这个圣别的宝 一下子就发到了 这个埃文塔 如果这个 拉文塔的位置 是康提 我这一盘 就完全可以去走 这个遗物流的 文化胜利 这是非常适合 俄罗斯的一个胜利方式 这是遗物流的 关键城邦 那如果非遗物流 或者是普世性的 文化胜利的话 城邦怎么 怎么样的城邦 算是好图 或者是神图 就是文化城邦 越多越好 你如果有 我们标准局 一盘是12个城邦 那10个都是文化城邦 就最好 哪怕你是走宗教相关的 你需要一定的信仰来源 但是也是文化值 越高越好 而且我还建议大家 在打这个文化胜利的时候 不要局限于某一流派 除非你是大佬 你说我就追求这一盘 我只用遗物 或者是只用什么什么 有的大佬在玩的时候 会给自己设条件 那我们普通大众玩家玩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都走 你这个像我们俄罗斯 我们肯定是会发酵的 那我们就遗物和这个文物 双管齐下 我又挖坟 我又拿遗物 我又这个写书 这样我们的胜利的速度 会非常非常的快 这就是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铺改良 这就是很好的方式 那这个除了这个文邦数量越多越好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有四种改良设施的那几个城邦 包括文邦里的拉帕努伊 卡瓜纳 宗邦里的格拉纳达 以及宗邦里的拉文塔 军邦里的格拉纳达 这四个城邦 如果你有的话也更好 可以帮你在这个 像我们这一盘 如果我们是俄罗斯的话 我们是没有自己的特色改良 可以加旅游业绩的 那就可以用城邦的这个来加 来再拔高我们的这个旅游业绩的输出 这就是 第四个问题 就是一些 不同流派的关键节点 到底都是什么 还差一点没有说 就是关键的核心器官 那你如果核心器官 你要想走改良流派的话 金字塔就是一个核心器官 因为你想走改良流派 你这个 这个建造者的数量 如果不够多的话 肯定不行 所以金字塔要敲 那你如果想走遗物流派 那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圣山 圣米歇尔吧 圣米歇尔山 这是一个核心的奇观 那如果你想走宗教流派 还有这个旧式的这个基督像 也是个核心的奇观 那如果你想走这个 蹦迪挖坟流 这两个就可以不捶 与之相反的 你要捶这个神域 因为你 你蹦迪挖坟流 你是希望你能拿到的这些 剧作的种类和数量越多越好 这个神域是加我们的 这个伟人点数的 神域 然后就是阿帕阿帕的那宫 阿帕的那宫 为什么它好呢 因为它是解锁的 是两个任意的剧作槽位 可以放任意类型 跟我们宫殿是一样的 这样可以让我们能放的 这个剧作的数量更多 你这个槽的数量越多 你能获得 你的上限就越高 你自然就能文化胜利 这几个 这个奇观是比较好的 那有一些锦上天蛙的奇观 可垂可不垂 比如说 也能加剧作槽位的奇观 比如说什么墨西哥大剧院 比如说什么百脑会 悉尼剧院 什么什么图书馆 还有个什么爱尔 什么什么图书馆 博物馆 这些你有能力 有余力 你没事干 你想垂 也可以垂 但不是核心的 这些都是给我们加 这个剧作槽位的 不是核心的 可垂可不垂 那核心呢 就是对于宗教流来说 就是圣米歇尔山和耶稣像 对于普通的 这个改良流来说 就是金字塔 对于大家普世的 就是神域 阿帕 这几个奇观 是最好要抢的 这是这样 这是核心节点 我们也说完了 那就剩本期的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适合文化胜利的文明 如果小伙伴们 听到这里了 就觉得我想 现在就去打一盘文化胜利 我选哪个文明 比较适合的 一 俄罗斯 俄罗斯就是适合 就是把这个遗物流 和我们的这个 泵迪流 挖焚流合在一起 大家都能走 什么哪个我都行 我都可以走 俄罗斯是一个强势的 第一个俄罗斯 第二就是中国 秦始皇 秦始皇也是 他也可以 他也是可以发酵的 并且 巨石镇带来的 这个流业绩输出会更高 巨石镇 如果你是秦始皇的话 一定要垂 然后巨石镇 这垂着 宗教我们也发着 然后我们也拿着 宗教里面有一个信条 你如果要走 遗物流的话 一定要拿 就是这个 忘了说了 刚才 刚才说的时候 又漏了一个 这边 竟然没有人选吗 行了 没有人选这个 看看啊 宗教 嗯 这里啊 祭司信仰 呸 创始人信仰 信徒信仰 信徒信仰 里边有一个 圣物箱 这个圣物箱 一记能产生 三倍的旅游业绩 这个 也是发酵的核心 刚才漏掉了 一定 如果你走宗教流的旅游 文化胜利的话 这个信条是必须要发的 因为它让你的 旅游业绩输出会更高 这是这里 就打岔打回来了 那我在说到哪了 说到圣和文化胜利的 这个文明 一是俄罗斯 二是秦室皇 秦室皇也可以通过发酵 和非发酵的方式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 还有哪几个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希腊 南希腊 希腊的头 女希腊也能打 但是没有南希腊强 还是南希腊更强 然后就是我们的法国 法国 还有我们的瑞典 这三个文明 也是非常适合文化胜利的 但是他们三个 就可以选择性的发酵 可以不发酵 他们可以走改良流 和这个 蹦迪流混合的这种方式 因为他们的文化输出非常强 再加上法国 有自己的特色的改良 它可以加文化 所以他们的文化胜利的潜力 也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新人小伙伴 你听到了这里 你想打一盘文化胜利 我建议你就从这五个文明当中去选一个 从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流派当中 任意的去选一个到两个 来作为主力 实现你的一盘的文化胜利 好的 那本期视频 纯式干货 满满的干货 给大家带来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 并且想听更多的干货的话 一定不要忘记给小米投币 一千个硬币 下一期我们就来做 全流程的一个文化胜利的方式 当然大家也可以从这五个文明当中去选一个 来给小米来留言 我会在其中留言最多的一个文明 来打下一篇的这一盘文化胜利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